娱乐转圈圈 效果的聚集还是陈情令啊 如今肖战和王一博在圈里的地位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总而言之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商和令的主演龚俊和张哲瀚 已然成了比肖战和王一博一般的存在 甚至还隐隐超过一头 在某媒体统计的近90天热搜在 榜前100名名单中 肖战、王一博、龚俊、张哲瀚四人 直接霸占了此份榜单的前四名 其中龚俊的在榜时长甚至都超越了肖战两个小时 鉴于此甚至有网友表示 不出半年肖战 可被龚俊权方面取代 这样的言论一出 自然也就引起了吃瓜群众的热议 要知道龚俊虽说在圈里也很火 但毕竟是根基浅薄 骤然爆红之后的人气虽然很高 但与圈里成名将近两三年的肖战比起来 还是稍显稚嫩啊 不过该网友之所以会说出这样的话 可不只是看到龚俊的热搜在榜时 长比肖战高就妄加断言的 而是尤其一套完整的理论分析的 该网友通过对比学历人设 演技、外貌长相、心态定位等 分析出龚俊将要取代肖战的 在学历人设方面 该网友表示肖战正经本科生 毕业素人闯荡娱乐圈 这和龚俊差不多 但龚俊却是科班出身 而且东华大学表演系的学历 比起肖战的三本 还是要高尚一些的 出身方面 该网友表示两人 都是凭借着单改剧 在圈里爆红的 但肖战在陈情令中饰演的 魏无羡本身是S 气氛比较单一 反观伤和令中龚俊饰演的温克行 虽说也是单一的G 但由于龚俊在剧里的表演 模糊了这一概念 简而言之 就是可G可S 西粉面比肖战要全 身材长相方面 两人的颜值 可以说是不相伯仲 但身高方面 肖战183厘米 龚俊186厘米 这一点来看 龚俊是优势 而且要知道的 是肖战比龚俊年龄大 甚至该网友 还表示肖战眼角 都已经有了皱纹和龚俊 则是满脸胶原蛋白 谁输谁 赢也不言而喻 专业能力方面 肖战不会跳舞 龚俊不会唱歌 两人可以说是 各有短板 但龚俊粉丝 把龚俊舞婴不全 营造成一个 很好玩的段子 而肖战粉丝 却肖战肢体不协调 弄成一个 很可笑的例子 简而言之 就是两家粉丝智商 情商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最后就是心态定位上 该网友表示 龚俊比肖战聪明 更尊重粉丝云云 总而言之 就是龚俊在各方面 都要比肖战有优势 再加上现如今的流量 和人气和加持 龚俊未来的事业发展 超越肖战也只是时间问题 而很明显该网友 将这一时间定位了半年 大家觉得半年后 会达到这样的结果吗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